前有教员这一句无岭危仪腾气浪,乌蒙磅礴,走泥丸,把90年前那段历史生动形象的展现,后有凤凰传奇,一曲奢乡夫人,被我们勾勒出乌蒙山如今的美丽,让乌蒙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,那乌蒙山到底在哪儿,景色又怎么样呢,今天咱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。 乌蒙山,位于云贵高原的边缘,正好处在了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的地方,从地理角度来说,范围还是比较大的,行政区跨越了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个省匹邻地区的38个县,我们这几年也曾多次来到过乌蒙山区,去到过这里的很多个地方,但这次的感受又与众不同,我们一路重走长征路到乌蒙山区, 好像更能体会到革命先辈们的奋斗不易。90年前,红一方面军先到乌蒙山,转战百里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,之后二六军团也来到了乌蒙山,也顺利通过。 在会师之后,教员总结点评二六军团过乌蒙山,说道,不要说敌人,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,硬是转出来了吗?出贵州,过乌江,我们付出了大代价, 二六军团讨了巧,就是没有吃亏,你们一万人走过来,还是一万人,没有十本,是个了不起的奇迹,是个大经验,要总结,要打家学。 虽然说乌蒙山山高路险,但也可以说这里是红军的一块福地,走进乌蒙山总能化险为一。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乌蒙山腹地的乌蒙镇,这些天一直在乌蒙山里面走,会发现山区里面的村子还有城镇是比较多的。 这些村子和城镇都有公路直达,虽然说弯比较多,但是每一条路,路况也都是比较好的,每一个城镇也都挺热闹,挺繁华。 乌蒙山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有神秘感,乌蒙最早来源于唐代,当时在云南昭通县一带活动着一个称为乌蛮的部落,到了11世纪初,它逐渐强大起来,号称乌蒙部,宋朝时封这个部落的首领为乌蒙王,乌蒙这个名字就一直保留到了今天,这一片区域也就被称作了乌蒙山。 乌蒙山地区有着区别于云贵川传统地形地貌的特征,因为海拔较高,沟谷就会更加深邃,在超过2500米的地方,还能形成高山草垫的景观,如果是在夏天,乌蒙山就是一个绝佳的避暑圣地。 在这里,有少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,配合着独特的地形地貌,也就形成了众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,比如说碧杰地区的百里杜鹃,织金洞,六盘水的韭菜坪和野中夜侯自然保护区,前西南地区的万丰林,昭通式的望海楼,大龙洞等等。 站在高处向远处看,整个的景观还是非常壮丽,非常壮观的,在这边我们已经能看到草原和森林相互交融了。 因为是山区,所以我们这两年来的时候,一直会考虑这里的路况会不会有一些差,但其实是多虑了,乌蒙山里的路虽然弯多,但路况却非常好。 沿途随处可见的村镇,也因为这些道路的开发,慢慢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乌蒙山是一个有历史,有文化,有风景的宝藏目的地,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转一转。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,关注我,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,拜拜。